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很多建筑 市内的剧院规模很大 能容纳两万五千万观众 而且剧院是露天的 用来表演喜剧 在当时这里的人口有五十万左右 罗马政府还建立了几个大浴场供人们使用 这座城市对历史 宗教和经济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公元前六千年前 就已经有人类在以费所生活了 早期曾是希腊的城市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大城市 这个著名的城市一部分现在成了土耳其的小镇 镇上有古教堂 还有众多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这座古城中有很多遗址 其中著名的西院遗址已经发掘出一半了 这里曾经有最著名的阿尔特尼斯神庙 它是古代最大的建筑 而且名列世界七大奇迹 可惜神庙已经被毁坏了 只剩下了一些柱子 庙中的珍品也都流失了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古城玩一次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凯爱萌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